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它的quantum的快 所以我们来看quantum的快话,我们就来看 看这个quantum,你的quantum gravity对,或者你的GR对一个这样子的process 在第一个order的quantum,就是quantum correction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我们知道这个在leading order的时候 假如说你今天只考虑tree-level的那种东西的时候,就是classical的东西 最近就是我们基本上是relate到底的,这个Gravatational Classical Potential会用到的东西 这东西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加起来它上次给kapa,square 然后我们在那里写我们一个given品牌的设计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样子 所以这我们也知道,OK,this is perfectly fine 好,现在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是leading order 然后再我们就来看下一个order 这时候我们要看,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我要画的图好多,我应该还要画这样子 比如你只是单程的那个什么 就是graviton的东西,再加上这样子 哇,其实真的很快画不完 我连labeling都没有labeling OK,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会是一个很反复的计算 对吧,你今天如果要算,看它的punem effect的话 你的那个signology,你的这个vertex和这个vertex都会用到 你们需要画的图会非常多,OK 好,那这每一个图都代表什么 就是这每一个图都是代表说这个process 就因为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在问的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有一个punem,p1,p2,p3,p4的state spin2的state进来的话,你的gr对它的prediction 会是什么,这是我们在问的问题 对吧,所以我们在问的这个observable 这个state的definition是透过momentum来defined 所以你的observable,define的这个object 是这个momentum space的object 对吧,OK,good 所以说这代表在这边,你其实在算 momentum space的东西 那我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 如果没学过场面的同学,没关系 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代表说 你每一个角在进来,都有它的momentum在flow 那你到底这个东西给出来的答案 它的momentum dependence是多少 基本上就是你才用这些vertex组出来 那你用4-year transform 告诉你说它的momentum dependence是什么 也是,也就是我们刚算 也就是我们刚在tree level的时候 我们是说这个东西 在这个vertex,这边是不是有两个momentum 对吧,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用这个东西去fine the vertex 你4-year transform这个partial 会有两个momentum 对吧,那那个什么东西 那这边的话,也是有两个momentum 那中间这个地方的话 你知道这边是p平方分之1 因为它是这个probable 所以我们知道这total是那个什么 两个momentum 所以我们在这边match 到底的确答案是有两个momentum 你看这个答案也告诉你说 这有stu在分母 所以这是告诉你说 只有一个diver是长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diver是t 另外一个diver是u 才会出现这些东西在分母 对吧,那像这边的话 这边就单纯两个momentum 所以这边是p ok 好,所以以此类推的话 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在loop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我这边有两个momentum 我这边也有两个momentum 我再来这边有1 over p square 跟这边有1 over p square 对吧,也是硬模样的 如果我放在这个地方嘛 ok 但是在loop的时候 跟你在tree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不一样 在哪里 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 你今天 蛤 能讲话吗 换听 所以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你很大的不一样是说 你这边这个p 我这边这个momentum 这边这两个momentum 不然是act on这边的话 这两个momentum 我们当然知道 这边是p1,p2 我知道了,对不对 这边p3,p4 那 这里面的这个p 你是不是 你也知道 他就是momentum 在这边一定会有momentum conservation 所以这里面p就等于p1加p2 对不对 所以 在classical level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p 你能画出来所有process的diagram 里面的p 全部都是定的 就是你今天如果说 我已经给你external state的时候 你里面这些state的p 都已经是定好的 ok 那所以 在loop的时候 非常大不一样是什么 非常大不一样是 你这些外面的p 定了之后 你里面的momentum还是没有定好 它可以tribly sat as a momentum conservation 所以我们以这个图来看 以这个图为反面的话 这边是p1 这边是p2 这边是p3 这边是p4 这边我刚才是arbitrary momentum L 就全部都是往外走 doesn't matter 那这边只要是L-p1 p3-p4 我只要这样子 我这个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节点 所有的这个interacting project上的momentum 都conserved 对不对 所以在loop的时候 当你开始讨论这种loop 的diagram的时候 在follow 在momentum space里面的时候 这些 在你internal的这个loop 在momentum上 是定不下的 所以它是unfixed 那unfixed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unfixed的意思就是指说 这整个process 你要compute它的话 你必须要integrate over所有的可能性 OK in some sense 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 precise的statement 但是in a sense 你可以说是 在tree level的时候 有没有是physical physical的process 在发生 在loop level 你就是可以 有virtual的东西发生 OK 你可以这样子讲 那虽然这样讲 并不是真的很close 就是如果你要有个图像的话 你可以说 就是在loop level的时候 你有这些virtual的process 可以发生 那这些virtual的process 是那个什么意思 不fixed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sum over 所有的virtual process 所有的可能性的virtual process 所以你会需要 这个loop OK 这样子可以吗 OK 好 那所以比如说说 如果说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diagram 其他diagram 都会有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们可以回去 自己试试看 你们如果看这个diagram 如果我今天 真的就是去算 所以你看 我们唯一用到什么 某一指是说 我今天有这个labrangian 对不对 我相信我的labrangian 我去用这个labrangian 去算我下一阶的process 所以我只是用到的是这个样子 OK That's all I'm doing OK 我现在算我下一阶的process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process 会有什么性质 这个process 如果基本上 schematically 来看的话 它有什么 它这边最有 lomomentum 只有两个bougat 所以这东西 是不是有l平方在下面 然后l-p3-p4的平方 在下面 在下面 对不对 OK 在某种问题 OK 然后呢 你需要integrate over l 你今天l有几个component 叫integrate 是不是四个component 因为你在四维 对不对 所以integrate over四个component 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再你也知道什么 你这也知道说 gr告诉你说 这里面 你用了这个四点的vertex 你是用这个 这四点的vertex 你这边是会有 那个什么东西 是会有derived 对不对 所以这个derived的话 基本上来讲 是不是就代表说 你会有四个 两个momentum在这边 这两个momentum 也可以是l 也可以 可以两个是p1p2 也可以两个是lp1 也可以有ll的 都可能会有 那我们就看ll的内向 所以代表说 这个东西 至少会有 那这边有 这边有 这边有两个momentum 这边有两个momentum 代表说这边一定会是l的四次方 再加l的三次方 比如说某一个pi 然后再加l的平方 某个pi 然后再加l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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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前面是某个系数 OK 所以它的general form 会长这个样子 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家看你们 仔细想要 你们是不是agree 说它的general form 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两个 这 这两个只是来自于说 它有两个probability 对不对 这一个积分 是来自于说 你这边的这个lub momentum 是不定的 对不对 然后 你这上面有 至少会有四个momentum 就想说 你这每一个vertex 都是用了两个momentum 对不对 所以just by guessing 所以完全不知道 这个interaction长什么 explicit它什么 这momentum 谁跟谁contract 我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它一定是 基本上是长这个 OK 好 那在下 那在下我们就做 我们就做积分 对不对 那待会我不想要积分 对不对 这不是常用课程 但是 that's a principle 你GR的quantum correction 的prediction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相信你的lub momentum 的话 那它的quantum correction 就是这个样子 OK 如果真的相信它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做事情 这种 传统都会听到什么 广义相对论 跟量子力学结合什么 不稳论 blah blah 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literally 就要把它combine在一起 你可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Lagrangian 它是广义相对论 因为它的classical equation 的motion 给出你的anside equation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算 它 对它的quantum process 的prediction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sum sense 我们现在不像sum sense precise sense 我们正在把 广义相对论 跟那个什么 那是理学的 正在combine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就去compute 这个东西 当你去compute 这个东西 你会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根本不想激它 但你不想激它的原因 除了说 除了说它看起来很难激之外 它有很重要的issue 当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你 L会要从哪边到哪边 L是不是你知道 一定会要 L只是 它可以是 0的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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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说 对不对 你跟任意大 对不对 所以假设说你 反正看到是0跟五线大 的话 你是会发现说 这边是L呢 这边有四个L在这边 这边有四个L在这边 这边有四个L在下面 所以这个东西 当L去去五线大 这比较 L的四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是 以L四次方的速度来发散 这个基本 你说还有其他的地方 你现在已经有个 有个 你聊着四次方的 再发散其他地方 对不对 你完全看到是 看得到这个 对不对 所以哪一地你会碰到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从这个积分出发 你从这个L这两项出发 你许 要求它算 第一个Quantum Correction 它所算出来是五线大 這只是我只要看這個形式 你就知道它已經變成無限了 好,但這其實不是問題 因為為什麼,因為這其實早在 那個什麼,早在那個 當初這個世紀 都會忘記什麼時候 反正,不是上個世紀 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 在氫原子能接的時候 它們開始出現QED 它們開始想要去算氫原子能接 QED對氫原子能接的 也是一樣的Quantum Correction 那這也是看到無限大 所以無限大這件事情早就不適合 大家如果早就知道會有這種事情 在算Quantum Correction的時候會出現 為什麼會無限大 當然有很多的原因我們會討論 這為什麼會討論,但重點是說這不是一個issue 用什麼,因為在 在真的你在這樣子 在這樣子的時候 你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上過課的時候都知道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你Start with一個Lagrangian 然後再來你要做Computation 你做完Computation,你是不是要FIT Data 對不對,去用FIT Data的方式 來FIT,來FIX你的Lagrangian 這個係數 對不對,你從頭到尾就沒有說 那你今天如果從這樣出發去FIT Data 的話,Data是有限的 對不對,我說有限 它的值總是某個字 3.2,或是7,或是什麼 它是個有限的數字 對不對 那the bag,你算出來是無限大 這東西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只是代表說 你原來的東西就有無限大在裡面 它在做這個DataPay 它跟它cancel掉 那你得到有限的值 或是更具體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東西 我今天在這邊Copper做的 其實在前面我應該寫給G1 這個我應該寫給G2 因為我今天寫上Copper這個東西 這個值是多少 這個是G1這個是G2 那我現在真的在用這裡面去算的時候 比如說我用這兩個G2的話 這邊其實我應該有G2的放在這裡 因為我是用這兩個G2的Vertex下去 對不對 那我今天我今天我G1跟G2 我出來我去算它的時候 今天Principal我不知道G1G2值是多少 你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要做這個 做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去Measurement 去Fix G1跟G2是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物語就是這樣的 你今天Presenting a Model 你有Unfixed Coeficient 你Unfixed Coeficient 你就是要去Fix 用Data來去Fix這個 Fix Coeficient 你但Fix完了之後 這時候你才出去做Prediction 對 對不對 沒人就告訴你說 G1跟G2該是做什麼 你要用Experiment去Fix 對不對 那 所以如果你先從G1跟G2之外 你得到是G2 你得到是G2平方 再算這個Process 你會得到G2平方 成算L40光的這個Process 那That's why 那這只告訴你什麼 這只告訴你說 G2本身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 本身裡面應該可以等一個G2 再加上一個五線達 或者在減在五線達 Such at G2平方的時候 你會出現這個五線達 你會跟它這個五線達 Cancel 這樣 In principle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更具體來講 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已經更 更 precise的 Interpretation 在重論課 在重論 但是In principle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你現在 所以你現在發現第一件事情 你發現這東西有五線達 OK 你今天有五線達 但是這五線達 但是這五線達 在很早期的場面裡面 就已經Understand 你這些Quantum Correction 的五線達 並不是一個問題 或者也不是一個問題 並不是說 真正Fantamental Ending Issue 因為你本來也就不知道 你的G是什麼 這G並不是Physical的G 你只用這個G 它只是一個參數 在這個打環節 你寫下它只是一個參數 去算你的那個 你算出一個答案 對不對 那你現在做的是Fitting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在算的答案是有限 完全只代表這G裡面 本來就已經包含有些五線達裡面 能夠跟你算出來的五線達 Cancel完之後 得到的是你的 Physical Measurement的結果 OK 所以這是 那時候Findman 他們就 他們work out這個 procedure 這叫做所謂 renormalization 這個 procedure 說出來就是 它的 你可以說 它的Moral是什麼 Moral就是你就認清 我們物理學它沒有那麼偉大 我沒有說什麼 我寫下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predict 我就能夠好像predict什麼東西 沒有 你就認清你寫下東西 就是有unfixed parameter 你永遠就是 還是要experimental data fitting 所以說代表說 你一開始寫下這東西 這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 這是你要做的fitting 的parameter 那所以你今天算出來的五線達標 這唯一的指在告訴你說 你在 你fitting完之後 它告訴你說 你這個原來你以為是神聖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某個東西 再加上五線達 很奇怪 OK 它並不是真正physical的東西 In some sense 你可以說renormalization 背後的Moral就是這個樣子 OK Good 好 所以我們已經在正常的 我們已經在正常的那個什麼東西 就是正常的那個 的那個 也不說正常 不是QED正常 其他就不正常 在原本的QED裡面 就已經知道了說 這個發現無線達 甚至到後來 QCD Electrowave什麼都知道 都是在發生同樣的事情 就是說 你說有無線達 doesn't matter It's just that 你的原來的coupling 需要那個什麼東西 需要被手機定義 它會不會你date完之後 你原來的coupling 它會那個什麼東西 它會本身包含無線達 好 但是那些絕對跟gravity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就牽涉到 你今天這個無線大乘上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記不記得你今天這個無線 我們今天如果說要用這樣 你現在看 如果說我今天是說 假設我今天算出這個四個 四個h 對不對 四個我們再算是 這個四個graviton 它是interaction 它的quandum effect the contribution 我現在claim說 我現在 你看到的時候你會算出一個 無線大 可是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啦 你這無線大不用擔心 因為你可以用你這個 你擔心做databending 所以你這邊擔心覺得有unknown G2是unknown 你G2到時候 可能會是太無線大能不能跟它cassle 所以你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那你就覺得 OK我不用擔心 那你會再仔細想想 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怪怪 為什麼 因為我 我不是隨便就說 我G2可以無線大 我就可以真的來carry 因為G2畢竟是乘以這個傢伙啊 對不對 我G2畢竟是乘以一個explicit 不是G2乘以一個random的東西 我G2是乘以一個explicit的東西 所以你不能跟我講說 什麼G2有無線大 你就回家不要擔心這個問題 我還是會擔心 我會擔心 那不是代表說 我的無線大必須要是 剛好是乘上像這樣子的 我才能用G2 有無線大這句話來寫就 對不對 所以我這時候就覺得 欸不行了 如果我真的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是用這個data fitting的方式 就是來解決我無線大的問題的話 我Better be sure說 我的無線大乘上的東西 是能夠被這樣子處理掉 對不對 OK 我Better be sure 這個無線大所乘上的東西 它是能夠被這樣子處理掉 那換言之說 我現在開始要care 雖然我這樣 手揮一揮一揮 我就知道說它有無線大 但是問題說 你現在這時候就要擔心說 等一下不對 所以我的這無線大到底乘上的東西是什麼 那 你會說喔 那這樣子你還是比較問好 因為你要問的話就得算 這種答案都不是很好的答案 其實你看很多東西 大部分 quantitative的東西 你可以 我覺得我們做物理的時候 都不需要能夠做事情 就是你quantitative的東西 你能夠直接 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夠判斷 所以你可以判斷 我們現在都 尤其是沒有學過常論的同學 這樣子 是最好的 你就 意識到說 你真的 你可以很簡單就判斷 即便你沒學過常論 你也知道它乘上的東西 應該是什麼 首先你看 它是從這邊來的 那既然被L字已經被基掉了 所以代表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真的代表這無線大的東西 它只能dependent on什麼 它是只能dependent on外面的momentum 對不對 這個是個function外面的momentum 對不對 然後再來 你要知道說 它只能dependent on外面的momentum 那你既然是L 出去無線大發散的狀況的問題的話 那是不是你看 你在L區區無線大的時候 你在這個分母的這些p3p4 你是不是已經看不到 對 L已經看不到p3p4 它都在分母 對不對 對不對 換另外一句話 這邊是L square 這邊是L square 減掉L大p3 加p4 再加 多一點點 你當L區區無線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subdominant 對不對 因為這東西比它來的大很多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代表說 你這無線大程度 它必須是一個 它必須是dependent on momentum 而且怎麼樣 它momentum不可能出現在分子 sorry 分母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東西一定是什麼 你一定是polynomial 在4點的時候 在4點的時候 polynomial andp 對不對 對不對 ok 它一定是polynomial andp 它如果說一定是polynomial andp的話 然後最後你要知道什麼 最後你會讓我 你現在就 啊 沒關係 那很好啊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polynomial andp嘛 也就是兩個derib點 所以我只要 希望說我這個polynomial andp這個p的這個係數 這p的四方子 如果說跟它的齒方之間 那可能我就可以相信 我相信我老師跟我講 說它可以給它犧牲 對不對 所以最後一步是什麼 最後一步是我就看它的量鋼 因為這邊的量鋼 必須要等於這邊的量鋼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邊的量鋼 這邊有l的四次方 l的四次方 這邊有l的四次方 這邊有l的四次方 所以這個polynomial的量鋼 是p的四次方 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個東西是polynomialp 而且是p的什麼 p的degree4 它這個degree4的東西 你一看到這個degree4 你心裡就溢成了 這東西是degree幾 這邊是degree2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無限大不可能通過G2來改變 來吸收方 OK 所以quantum gravity 如果說你今天 你今天你相信說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關鍵就是square rootGR的話 那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說 你這樣子計算過 你的第一個quantum correction 的話 它出現一個degree4的這個 這個發生 你永遠都不可能透過修正 你的原來的fitting data 去吸收方 OK 這就是precise 就是一個statement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GR 是narenormalizer的 OK 大家意識到我正在講的問題 對吧 我們現在startup這個 哪個問題 這個哪個問題 這個哪個問題 全部都是要出derivator的東西 我們現在去compute 它的one loop correction 你會發現 one loop correction裡面 由於說你這個derivator 數目很高 所以你會有divergence 這divergence一定是proportional to polynomial and degree4的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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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但是這時候你會說 這時候 這時候你會說 為什麼我們當初 為什麼Einsight Einsight也知道 很熟他指摟 OK 那個 在那個時期的人 就已經知道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說大家都沒有freak out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啊 Again 這是我剛剛已經插掉了 我剛剛說quantum effects is suppressed by white 對不對 所以這的確是出現問題 可是反正你現在眼睛也量不到 所以我們就把 就是看不到 就是那個 對 OK 可是在theoretical的framework下 這個literate就馬上碰到 fundamentally的一個問題 你沒有辦法 當然 我們 我們 我們是比較 我們現在已經比較認識 你知道說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說 你如果說只是跟我講general covariance 比如說你平時跟我講general covariance的話 你當初一開始就沒道理說只有這個 就只有這個term 對不對 你當初是不是一開始就有這些東西的可能性 那你跟我講的 那你 那你當初為什麼不考慮這些term 你跟我講的argument 就是因為這些是implanted suppressed OK 那今天是implanted suppressed的話 可是問說你現在發生的問題 precision就是implanted suppressed發生的問題 對不對 那所以說如果說你這東西要能夠繼續 如果說你這東西要能夠consistent的做下去 如果你要套專業術理 要能夠renormalize的話 這算是就告訴你說 你看這邊是degree, foreign, polynomial 請問 你們現在跟我講 這些象 它是degree and derivative 這邊是有幾個 derivative在這邊 都有四個 所以這些就可以provide potential的東西來吸收這個divergence 對不對 翻譯是什麼東西 翻譯是什麼東西 翻譯這東西就必須存在 just for consistency 對 Sure 它是quanddom need surprise 但是它必須要存在 just for consistency 然後這東西能夠繼續下去 OK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們說 先不要講 但是這是為什麼我們跟你說 這些term 它其實必須要 一開始就必須要在 如果說 所以 如果說 如果說你只care about classical GR的話 這個term is perfectly fine 這個term 但是說出來 如果你只care about classical GR 你根本不需要老短檔 你只需要equation motion 對不對 classical GR也只在結 equation motion 那你principal 你當你說 我可以從這個 Lagrangian裡面去得到 equation motion很棒 是很棒 但是說出來 你還是實在結 equation motion 對不對 你真正 真正Lagrangian有用的地方 就是precept 在告訴你說 這些 這些quanddom 這些quanddom effect 所以你先看到 你的quanddom effect force你 一定要有這些term 那 你會說 那我怎麼知道 所有的term要出現 都要出現 我們大概可以 一階一階一階的 這樣做下去 可是基本上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用很簡單的方式去理解 為什麼 每一階的term 都應該會要出現 為什麼 因為 就是因為 我這插掉了 你有這個wonderwork 你是一個dimensionable coupling 在這裡 所以 你可以make一個summary 真正的問題是在哪裡 真正問題是在說 我們今天算 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今天算 這個 比如四點東西的時候 我們現在知道說 它的 基本上它的 那個什麼東西 展開來的話 我們如果說 我們還是每天拿的kappa 的話 所以這邊是kappa square 所以這邊是kappa square 所以這邊有兩個 所以這邊是兩個kappa square 所以我們知道 這東西算是會有 tree level的部分 在乘上一個答案 然後在1 loop的時候 是不是有kappa四次方 在乘上的答案 對不對 這是1 loop 你可以想想看 2 loop 是不是有kappa六次方 在乘上一個答案 然後在so and so forth 對不對 一個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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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quantum 一個water 下去算算算算 越來越多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越來越多的時候 可是請問 這每一項是不是 加在一起 這代表它total量 剛剛比較是一樣 對不對 這就告訴你什麼 是不是就告訴你說 這裡面出現了這 momentum dependence 的四方會不一樣 那你已經知道 這邊有uv divergence 這邊有uv divergence 我想你可以可以相信 這裡面每一個term都有它的自覺 principal它都會有它自覺 uv divergence 對不對 這個uv divergence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是被吸收 叫pi的四四方的東西來吸收 對不對 但是由於這邊是不一樣 這邊的你的copa 變成copa六四方 跟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這邊是不是就 pipi的六四方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so and so forth 你越高下 你就越高pi的八四方 so and so forth 這樣下去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你每一個roove border 你都又會force 它開始要有新的term數 所以你到這邊的時候 你在這邊的時候 你需要pi的四方 你就知道你這種term 開始必要出現 來幫你收 vod divergence 你在shark order 到pi的八四方 你就知道有shark order 必要出現 ok 所以代表你真正的fold complete theory 是包含是所有的 的這些term 都可能 因為你可以發現 這都會到無線 但是你真的考慮它的fold quantum effect 的時候 你實際上是這個來關 你永遠都不可能停在這邊 它會有無線多的這些像出去 老師那 可是那幾個 其中哪一個 會出現 哇 那是更detail的 這時候 你就不需要知道 這uV divergence 它expression長什麼樣子 來判斷你是哪一個term出現 ok 好 現在只是argue說 它們必須要出現 但是 這時候比較dependent 你的uV 那這時候就很不限 真的得去刷那個東西 去看它之後 刷上什麼 跟dependent 之上 ok ok 好 那所以 我就特別強調說 這個東西 這個behavior 事實際上是intimity relate to 你的這個kappa square 是帶有dimension 所以這時候 你們就可以realize 說為什麼沒有 如果你的coupling constant 是沒有dimension的話 是沒有量鋼 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可以強調 你如果說coupling constant 是沒有量鋼的話 那實際上 這每一項都是一樣的 momentum counting 對不對 就是代表range 認了一下 如果有uV divergence 的話 它比如說proportual 有某個momentum factor 那你進行這東西 來吸收它的divergence 它下一下 你會出現divergence 還是同樣的momentum factor 對不對 你可以用同一個東西 一直不斷去吸收它的divergence 你不用引進心的 ok 這是為什麼 我們會那麼喜歡 或是我們有一度認為說 曾經有一度 有些人開始認為說 真正true的 就是你quantum field theory 一定要是說 只有dimensionless dimensionless coupling ok 只有dimensionless coupling的 這種theory 它就叫做renormalizable theory 它是renormalizable in which sense in a sense 它所有的uV divergence 都會被proportional to 它原來的這些 都是proportional to 同一個factor 所以你可以用同一個factor 去吸收它 但是如果你的coupling constant 是dimensionable的話 那就不可能 ok 這樣就可以嗎 ok good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看到 所以說gravity 所以實際上在這邊 你們還記得的話 如果你們有學過場面 有些knowledge 有些方面的知識 你們知道matter field裡面 其實它的coupling 都是dimensionless 就是我們現在引進的 matter field 包括你的gauge coupling 你的charge 那都是dimensionless 的object 所以這些都是 renormalizable的 那 所以這邊是 nonrenormalized ok nonrenormalized 但是我告訴你說 你just that by 你要去那個 你要去fit 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 你要去考慮它的quantum correction 的話 你必須要有quantum correction 或換一次 quantum correction 本身force 好 那你會說 good 所以到這邊大家可以接受這個 這個 這個perm中間會必須要出現 因為quantum correction 會force它 那 大家可以接受 ok 好 那既然所有這些terms會出現 但是既然這些terms出現 那princil不就吸收我無線套 對不對 那 你就會說 那 你就會說那個什麼東西 你就會說 ok 那 那就沒有問題了 我只要引進這些terms 我的 我的gru 就perfectly跟quantum mechanics結合 對不對 那問題在哪裡 其實多少時候我也沒有跟你們講過一個問題過 所以 這個level其實並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 你在這邊第一步你會接受的是什麼 你如果說接受從gr 是從這個出發的話 你會 你一再加上quantum correction 你 你如果能接受說 你需要這些terms 反正everything is fine 你就有這些五線多的terms可以出現 所以 你的gr在跟quantum mechanics結合的 這個問題就已經告訴你 這些terms必須要出現 ok 所以 Einsight當初 propose的這個東西是一個 leading effect ok 你上 principle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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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到現在沒觀察到 我們有perfectly好的reason 為什麼 它們都suppressed by mpline 基本上來講是 在 我們現在所有的experimental data 能夠measure到 並不只是加速去或什麼 所有的那些 它能夠access到的 energy regime都是below 程度 主要在春艦中有什麼而已 就是沒有錯 那當然 有些人會 我們會講說 這句話有點看你太多 這個 有幾次 你會說 OK 你有這些terms之後 那 這就變成 你會說這個theory 會變成這個 Useless theory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有这些Term 这些Term是每个Term都有它的系数 对不对 那这系数你要怎么Fix 它系数可以是Random的系数 你要怎么Fix 是不是你要去做Measurement 然后去Cancel五线大门来Fix它的系数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说你今天如果说 那你这边总共有个Term 是不是有五线多个Term 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五线多个Term的话 你要Fix五线多次 那就代表说 Fundamentally 这家伙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对不对 你要一直不断去做Measurement 你一直不断去Fix它的Data 一直不断去做Measurement 有万都不用去做Prediction 你只是在做Measurement 来Fix它的参数 And Principle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说In Principle The fact that它是Non-Renormalizable 就让你的Theory变成这个Useless theory 你可以说是这样子 可是在实际上又不是啊 因为明明这每一项 就是Suppressed by Amplied 对不对 所以一个Given Amplied Order 你其他项子总是不考虑嘛 因为Amplied是Termally Suppressed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For a Given Amplied Order 你其实还是一个Finder 看你多厉害 你能做到多精细的实验 你会关心到哪一个Amplied Order 基本上在Given Amplied Order的时候 你的结果是 你还是可以做Data Filling Data Filling 这几个东西是Data Filling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要说什么 我们就要说你的Effective Theory 所以我们的理解是 我们G而其实是Effective Theory 为什么是Effective 因为Fundamentally 你需要无限多的Measurement 去把Data Filling下来 所以它不会 所以代表你在Data Filling 在Fundamental的Level 它是没办法做Protection 但是在Effective的Level 如果说你今天是Care Upto某一个Amplied Level的话 那你还是可以去做Protection 你之后有限的参数需要Fix 在那个Order 在Given Order 你之后有限的Operate 你做完Fill完 你还是可以去做Protection 所以它是 我们会叫它是Effective Theory OK Sure 所以at any rate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说 你到底GR跟Fundamechanics 有什么样子的Contradiction OK 在这个Level底下 你没有看到有任何的Contradiction 你算有Divergence so what 就只是代表说 你这些Higher Dimension Operator 要去吸收 那 在去吸收之后 那个什么 你吸收这个Divergence之后 然后就发现无限多 但你还是可以 understand它 它是Effective Theory 所以真正的Point是什么 真正的Point 那倒不是什么 就是 倒不是说GR跟Proton Mechanics 是Fundamentally 的 这个什么东西 叫Contradiction 真正的Issue 是在 你知道它是Effective Field 你知道它只是Effective Description OK 它并不是一个Fundamentally 的Description 所以跟我们说的 这个Manner Field 我跟这个Manner Field 的Discrimination是不一样的 Manner Field 它自己是Self-Assisted 对 它的所有Divergence 是可以被它自己吸收掉 所以它不需要 不然它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在 它 Just by itself 这个System 但是其他的 它是一个Effective Field Theory OK OK 那 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多的 Understanding Effective Field Theory 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 Effective Field Theory 总共有这边5000多的 这些Cup 所以我现在可以马上 我们今天就来Cook up 一个Toy Model Toy Model 什么样子会Generate 所以这个Data可以接受 Fundament Correction 是Fundament Correction 是所有的Term 为什么 Te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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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 所以我现在没第二个是Termon Te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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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说的operator 这边每一个是个operator 叫operator 这个是个号码 of new physics 换言之 The original theory is an effective field theory That's the effective field theory OK 我们举个例子 所以假设说 你现在有个theory 你有scaler 你有两种field 一个叫scaler 一个叫x 有两种field 这个scaler 它的叫m1 这个field 它是m2 有两个 这样子 然后呢 你今天的laboration 就是 5 box 5 -m1 2 5 x2 然后跟x5 x-m2 x2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x5 2 这种coupling g 很简单的一个theory 有一个field是5 有一个field是x 5 x2 x2 5 x2 x2 OK 好 那我们先考虑这个theory 然后考虑m1 圆小于m2 OK m1 非常小 你这个给它m1是0 都没关系 对 m1你的这个mass 是超 是无限的小 OK 好 那我们的活在的 我们活在的 energy scale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活在m1的scale 假设我们在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活在m1的scale 我们如果活在m1的scale的话 那 你的那个什么东西 那你今天活在m1的scale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意思就代表你看不到x 对不对 我们experiment 我们experiment 没忘彩在x吗 对不对 就像那个什么在maxwell的时代 你想maxwell他们那时候在做alpha射线 或是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他们不可能看到丁华克 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不可能 因为他们的能量就是 他们每样probe到那个能量 他们没办法generate出那个 那个丁华克的那个 那个scale的东西 所以physics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想如果我们在m1这个scale的人的话 我们在m1这个scale的话 我们完全会看不到那个什么东西 我们完全会看不到 好 每样generate x 这个particle 对不对 可是你总是会觉得怪怪的 每样不可能x就完全不见了吗 我们完全 就它 我们明明知道反能量都可以趴在那个地方 它到底对我们的effect是什么 或换句话的时候讲的来讲 我们在这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的时候 我会有个process 是phi phi 然后phi phi 然后x 我明明知道我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换言之 我应该是会 我知道在fundamentally 所以我四个phi 事实上会有interaction 它interaction会透过medium 这个x 所以我现在看不到 对不对 那我现在看 假设说你今天知道说 真正fundamentally 是这样 那你会做什么production 你会说 诶 这东西我就算它的这个process 那你的vertex 就只是个数字 所以是g square 然后在这边 然后在乘上什么 这边是 这边是1个2 这边是34的话 你是不是会得到p1加p2的平方 那那个什么东西 减掉 这个mass的话 它是m2 square 你会知道 你会想这个process是这样子 或是滑雪的更简单一点的话 实际上是g square分之 我先假设说 先我就假设这样子 OK 大家可以接受吗 我们知道反能量内 会有这个interaction 它长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接受吗 OK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low energy 所以你今天在low energy 你在看这个function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像出一个function 你真的知道你反能量内 你的function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或是你可以想像出你今天 你的function 就是1-m的function 这是你的function 你可以想像 你今天如果是这个function 我们是不是可以plot这个function 给你一点 这是很简单的 m如果是100的话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会看到的是 在这边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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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会看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突然伸上来 伸上来 伸上来 下去 对吧 你会看到一个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搭配这双 所以在 1很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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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这样造 x一个 就这边是 这个距离是one over 对 对 找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区距离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子 对不对 对1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 我们在1很小的时候 所以说 换言之说 就是你今天如果说这个function 你要看到 这一个 你要看到的existence by the way 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你要看到existence 这个 particle 在mass-x的话 你是不是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需要到 这个energy level到这边 你会看到一个 distinct的 你呢 这时候你呢 你会看到一个 distinct的jump 对不对 the fact that你有这个jump 就是relating the particle 那里面会有the peak the peak 就是relating the particle 就是relating the particle 就是这个jump 的出现 OK 非常难 你要用这样子的function OK 但是你这时候 你也知道 所以你在ultra low energy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energy low 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feature 这个jump 所以the fact that 你的energy level 看不到这个particle 只是replace 你看不到这个jump 不代表你看不到这个process 大家可以接受吗 所以你还是有这个process在 你的the fact that 你的energy 你的e很小 你看不到这个particle 这只代表说 你看不到这个jump而已 但是这个function 还是存在 这代表你e很小 你还是看得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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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irection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所以说换之 以上来类比的话 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做什么东西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 你会发现什么 这样的话 所以我就只要做 p1加p2的energy 比这m2小很多 对不对 那所以我要做什么 很简单 我就把g square 把它拉出m2 出来 m2 square 然后e分支 直接减负的 这时候就是e 减掉p1加p2 你去approximate 就是说你去 你是不是在approximate 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东西上是什么 这东西非常precise 就是g square and square -1九到g squa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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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 然后再加更高的 的像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在low energy 你看到什么 你low energy 你看不到这个 你看到就是一堆的higher 一堆的momentum四方 越来越多的东西 的interaction 对不对 你momentum 否则都会有更多的momentum 每一个interaction 每一个更高四方的momentum interaction 都被surprised by extra power of m2 对不对 这是你在low energy 会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跟这个很像 对不对 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说我们现在有个system fi跟x nuel 它的每两个mass 不一样 假设你的mass 是远低于x 这个 并不是说你远低于x 这个东西 你的x就完全看不到 我刚画这个function 你首先 远低于它 你看不到这 你看不到产生这个particle x的 也就是我们刚画的function 那个peak 在jump的那个地方 对不对 但是 这个process 这个interaction还是会存在 这low energy 还是会存在 它只是第一个leading order 它会suppressed by1 over m2 平方 by the mass 这个 这个 当然如果这mass 超大 对不对 这m2平方到1000 一万什么东西 就完全几乎看不到 就整个东西都看不到 但是from theory point of view 你会有这个东西 suppressed by 这个 然后每一个high order 都会 重点是它会跟着它 这个leading interaction它会有无限多的 这个high order展开是 因为展开到无限多像 对不对 你展开到无限多像 每一项是都相对于前一项 suppressed by x or factor of 这个m2 squared 你的这个新的 这个x的particle 的mass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所以你就发现说 你现在如果sell out with一个theory 是phi x 但是你的 你的物理是 你的energy是远低于 x的这个 这个particle 的mass的话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你会看到一堆phi的particle 但是它们会interact 然后它们interact through infinite number of operators 每一个operator 都跟前面一个operator 每一个operator 到越来越高的momentum四方 然后每个越高的momentum四方 它是suppressed by 这个m2的这个mass 我们现在回来看 这边 我们现在有gr 有个东西 在这边 然后in principle quantum correction force我的无限多的象 在这边 然后每一个象 都是比前一个象 high surprised by extra power 的 基本上是parallel story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picture 你combine在一起 会告诉你什么 是不是就告诉你 当你 就代表说 就告诉你说 这代表说 ampline的时候 这ampline 其实应该是 social new physics scale 对不对 这个theory本身在告诉你说 由于它是 mormalizable 然后它有这个 dimensional coupling 它在告诉你说 你这个 你的在ampline 这个scale something new has to happen 就像在这边 如果说它今天做measure 你现在发现 是m2平方 m2平方 你就发现什么 m2平方就是 reficient relate 这个messing particle 不知道 它正在以这样子的方式 来告诉你它的存在 对 所以真正quantum gravity 告诉你 是什么呢 真正quantum gravity 并不是说 什么的 并不是真的有 fundamental的contradition 真正的issue是什么 真正的issue 是在于说 positive effective theory 它本身就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一样的 就是在ampline 在ampline 所以ampline water 以下的时候 everything is fine 因为你在ampline water 以下的时候 你这种highvee surprise you don't care anyway 你可以就以一个 infective field theory 的角度来看 就像在很低的时候 我们everything is fine 你都知道 你有这些interaction that's fine 可是透过the fact 它有这些interaction 本身 就告诉你了 说 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 那个什么东西 这个m2 就是对你说 有新的分子 新的particle 存在 ok 所以 这样有问题吗 有没有什么想问 所以 法的问题就是 当你把gr 跟 跟那个什么东西 当你把gr 跟quantum mechanics 结合在的时候 真正的issue 倒没有什么 法的问题 真正的issue 你知道说 在ampline water 当你的energy scale 这个theory本身 先告诉你到energy scale 到ampline的时候 你会有新的physics 要出现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是 新physics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等在那边 那当然我们没办法 就是坐在那边 我们等到sower collider sower 撞到ampline water 十个四个四个 你不可能等 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很大一部分的research the topic 就是在于说 到底这个新的physics 是什么 那你或许会问说 你或许会问说 那个什么东西 或许会问说 why do i care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 是是是 是那么高能量的东西 我 为什么我要care 说他的他的 他的这个真正的physics 是什么 因为 in the sense 这个你的真正 fundamental physics 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现在的的 就是 我们现在的physics understanding 因为你们在这堂课里面 你们已经看到了 gravity 虽然是很ultra weak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 我们在课堂里面 你如果两个 你如果electron 的electron interaction的话 大部分人是QED的effect 对不对 就是gravity 是个非常weak的东西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gravity是weak 是我们的weakest force 所以任何的process里面 你的gravity 其实是irrelevant的 对不对 这是relate到说 就是因为它mplank是那么大 这是为什么gravity needing order 最近很弱 然后更多higher order 就是根本不用去想 所以gravity 是个很弱的process 那为什么我们要care 说mplank以上的这些 就是这些grab 这些fundamental theory 是什么 因为 其实在讲课里面 就已经看到它的重要性了 虽然gravity的effect 是非常弱 可是你们是不是就看到 透过gravity 的interaction 你们是不是就能够拍断说 你的particle 诶 它就只能知道spin 2 对不对 就是单身只要透过 the fact that 它就是有gravity mediation 不然 我们那时候 在讨论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不讨论 我们不讨论 我们不讨论 哪些particle state 我们从Lorenzo 我们可能有哪些state 我们是用helicity来定的吗 我们用helicity来定的时候 就OK 0 正负二分之一 正负一 正负二分之三 所以就正负二 正负三 正负四 就这样一路下去 What's wrong with having particles sitting around 它可以比较interact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这种 fandamental particles sitting around 这样子 原因是什么原因 因为它有coupled到gravity 虽然gravity很弱 但是就是光是 the consistency of coupling to gravity force 你告诉你的 你的fandamental particle 只能够是到 顶多到spin2 所以虽然gravity那么弱 它在你的scaling process里面 是completely irrelevant的 但是它却force 你的fandamental properties 是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 non-trivial constraint 有些我们同学会讨论 就是 考虑这个 这个不同的particle spin2 所以 the fact that gravity 是要coupled到你的 theory 它的本身的consistency 就会force 你的fandamental 你的虽然在非常ultralow energy 它已经forced 非常non-triggered 的constraint 由于这样子 于是 depending on你的 这个fundamental 你的implant的new physics 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对我们 low energy的对于 non-trivial prediction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在乎 不然这是ultralow high energy的东西 你永远都不会 大概永远都不可能 量得到 why do I care care is in dependent on 你的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是什么 它的fundamental properties 它会对low energy 有不同的protection 所以换而言之 你会 我会想到low energy 的protection 事实上是relate 到你的 你的high energy fundamental theory的structure ok good 好 那 所以 既然你知道说 它是一个effective filter ok 你既然知道是一个effective filter 你现在这边有个example 说你从effective filter in 那我们可不可以 从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推 透过说 假设说我今天有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guess 我们的 的那个什么 UV的这个东西 会是什么 那在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说 gravity 跟这种东西 又是这样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是我的第三个声音 我修计 我今天可能不快讲 那我接访问 你再打 反正各位 你们如果已经决定 你们要讲什么 麻烦细心跟我讲一下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 已经决定了 但是都没有 那我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我也差不多 都开始安排 你们要讲时间 ok ok 所以第三个 我说 这就是 这就是 对 这 这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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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是一種加強化的 如果無法和能力的 儘ienen 無法和能力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 你剛剛已經看到了說 所以我們設定這個應該是 OK 所以在我們剛剛的Picture裡面 我們已經看到說 我們今天可以有四個Phi 在Low Energy的Vector Terrier裡面 在Low Energy的時候 在Ir的時候 Infrared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會是一個Phi box 對 Low Energy這個Scalar field 對不對 再加上什麼 你再加上一堆的Derover 還可以把Phi 然後再加上Phi F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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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什麼 所以每一個Wade M塊 M塊 M 這其實把M2 4 4 到M2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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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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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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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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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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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SO其實就是 relate to s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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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f it is weakly coupled 什么意思 它是说 如果说你的UV completion of gravity 是像这个样子 就像这个picture一样 你有一个新的particle在这边 它是weakly coupled的进来 所以它是这样子有个coupling 这样子进来 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complete gravity 我现在大家已经接受 至少在我的 但我的argument里面 gravity是effective theory 那我先去想看 这effective theory 我就把lip到那个什么UV的时候 我就想想要 对不对 你们已经看到 你可以这样子lip吗 你可以从这边lip到这样 你想回去玩自己玩 你能不能把gravity 用这样的方式 一样lip到一个UV 所以写这UV的对于它 这些infinite contact room都没了 对不对 然后它是well-behaved theory 对不对 OK 所以你会问说 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就问 假设 我们先讲到第一步 假设这literary像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代表说 你是complete weakly coupled 因为你有出现这些particle 它基本上是在tree 基本上这个图是在tree level 就临近了 对不对 所以在weave couple 它就临近了 在tree level就临近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的picture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可以问说 我能不能找到说 那个gravity 可以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很快的 你可以回去再自己多场 自己下 那我们可以很快的秀书 说你围的方式是weakly couple 如果你要求它像那样子的picture 像weakly couple 对不对 大家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现在问它的uv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边 在这边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看到的是 你的uv就是有一个新的particle 对不对 你新的particle 它出现 那它的出现 它会变成说 这一堆infinite operator 我们by the way ir in principle 有infinite operator 我现在只写了 infinite operator 那r2 r3四方的那边 你还在自己算算 我写这样子代表的时候 它的力量是像 ok 那你还要在general 后面infinite operator 可以起来像 这有一堆infinite operator 在那边 那 我现在就说uv的话 我们没有 它能够被complete成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就来看 by the way uv的时候是发 当uv被complete 你通常会发现什么事 你会发现是说 你ir的时候 像这边 ir的时候 你这个展开ir的第一项 是不是那个什么 你第一项是 其实 ok 对不起 我把它写清楚一点 这东西的态度展开 在lornage展开来说是 1 over m²分之1 再乘以 1减掉s over m² 所以就得 1 over m²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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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m c4分分之1 减掉m s分分之1 m² 就是4分 然后这样 so forth嘛 对吧 所以 当我这东西 被uvcomplete成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发生 所以你 leading 在这边 leading order 它是1 over m² 对吧 你所看它被uvcomplete complete成这样子 你会发现 有一些什么性 它的 high energy behavior 是比它leading order high energy behavior 还好 这个leading order 它只是个constant 所以high energy behavior 就是个constant 这边的 它的high energy behavior s++5 现在它 它是不是基本上 是banished 1 over s 才banished 对不对 所以它的high energy behavior 会比较好 这是 physical sense 什么叫uvcomplete 就是你在low energy 你看你觉得 你high energy behavior 是好 但是你正在uv completion 它high energy behavior 也会比low energy 来得好 ok 好 good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我问题就是 有没有可能 我从这个东西出发 然后我加上mass 我把它变成一个massive particle的东西 such as 这个东西 在high energy behavior 会变好 比它原来来得好 这个东西它是 total是 上面是8个derove的 下面是6个 所以这东西 at high energy 它是behaved as p的 p的 四十方 不是 p的平方 对吧 我们看 这个high energy 是p的平方的方式 对吧 just from量高 你也知道它是p的平方 所以我们先问 你有没有可能 uvcomplete such that 你引进一个massive particle such as 它high energy behavior 好 我们就来看 那假设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猜嘛 这完全不需要什么 很尖身的数学 或什么 就stu 好 那我就假设 我现在有个新的particle出现 叫m 好 那这带我这边是 因为我low energy 还是要回到它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这带 我就学它嘛 因为low energy 它low energy 就是回到e 这时候我这边 low energy 要回到它 我就写s t-m2 t-m2 跟u-m2 然后上面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给它分子一个nst 还有个分子 你说为什么把它存在有 我当然可以把它存在有 就是通分它有存在一起 总之它分子上就是个nst ok 但是问题是说分子也不能乱来 因为重点是 我今天这uvcomplete 是不是一旦它的energy behavior 会变好 对不对 所以既然这边是 已经 你在分母已经有s 跟t跟us 所以你若要让它变好的话 你上面顶多只能是 那个 adminal stand variable的平方 所以这边顶多是能够s平方 加t平方 加t平方 然后我unknown 口 A1 A2 A3 大家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看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这样做的事情是 我要ensure 我这个factor 在前面之后 要ensure 我的energy变得很低的时候 这是我和谷要原来讲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最高整套的平方 当然还有a3 当然还有a4s加a5t 我可以把最general的可能性把它显成这样子 你现在看到我在做什么 我们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说我从physical argument 我可以fix掉很多东西 我发现这东西就是gr在告诉我们 我可以很快地从physics就fix下来 现在同样我也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要做什么 我可能不知道UV conclusion 可能会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开始猜答案 我现在看physics能给我 限制能让我把这答案限制到什么样的程度 ok 所以我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要求是在 physics告诉我 我要求在low range 我回到原来的 ensure ensure 所以我知道一定要是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在high energy 所以我现在出现新的fargo 它在mass square 我把三个pole把它放在一起的原因 就只是因为我可以同分嘛 对不对 当然我可能会有分子啊 为什么不行 可以我可以有分子 对不对 那分子的s 然后分子如果只变成u的话 你u的那个四方不能太高 对不对 你u的四方不能太高 所以你有u的话 你可以透过u等于-s-t 把叠成s跟t 然后变成s跟t 然后变成s跟t的时候 你的st也会 你能不能太高 因为你的high energy behavior要变好 对 从这要变好 你这边已经是ps四方 所以这边你high energy behavior 是因为上面 下面已经有三个menal sign variable 所以上面最多只有两个 这还有一句比这个层边 大家可以接受 ok good 好那 那那很好 我这样随便就写下一个random 六个 六个 那个什么东西 六个parameter的东西 对不对 那不是 就是perfectly fine吗 我这样六个parameter的东西 我这样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个ub completion 对不对 可是 你要小心喔 你现在开始引进了pode 我们这样课算到现在 你都知道 任何时候你引进pode 你是不是要担心它的residute 对不对 都要去好好的去看它的residute 你在看它的pode的时候 每一个pode它的residute会是什么 那residute必须一定要是三点相成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你会involve这些process 所以就是 你塞着就是代表 现在有个gradom 一个gradom 现在有某一个x 和一个gradom 这个gradom 对不对 所以你任何时候有pode的时候 massivepode 你任何时候有pode的时候 这个pode的residute 它比较是两个三点的interaction相成 所以我会跟你讲说 这个是个非常non-trivial的 很strate 你会说 为什么这是个很strate 这不是很strate 我不知道三点amplute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重点是 我们之前都会说 你massive的时候 你知道你三点amplute是什么 可是massive的时候 可是问题 你现在中间这个particle 是massive and square 对不对 这重点三点amplute是fixed吗 这时候就 actually 如果再花点时间讲 我可以讲它其实complete 也是被fixed 可是以前假设就是 我认为 假设我们知道不多 你要认为三点amplute 不能被fixed 所以你会说 那我这时候会有什么限制 不过你还是会有个限制 因为你今天 你今天是哪个三点amplute相当 那我请问三点amplute 是都是polynomial 因为三点没有任何propagator 所以它一定是polynomial 对不对 大家同意 所以代表说 你这个东西在取residute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是polynomial 这时候你看到就吓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这个s取m2 这个它的po 你f等了m2之后 你还有一些东西在分母文 对不对 所以这些coefficient 必须要刚刚好combine in such a way 所以能够把这些分母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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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a polynomial 我希望你们适合去做一下 你们就去拿这个function 你们去拿这个function 现在有a1a3a3a4a5这样子比较a6 然后你就去set on t 等于m2 s等于m2跟u等于m2 这个 你再set在u等于m2 u可以把换成s 那你u可以拔用u等于s固体 你们记得u等于s 我们去取它的resibute 你要求说这些coefficient such that 你的resibute 是那个什么 是一个pomino 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代表你取那resibute 它这边 必须要刚好跟它的下面分布看上 这时候你是不是可以fix它的a1a3a3 你会发现你没有解 OK 你发现你没有解释 你再去尝试 再加一点 你说那个谁说一个particle 我可能会有两个particle 我可以再加一组 你再加一组stu了之后 你加了新的这一组之后 当然你上面的四方可以更高了 你的细数又可以变更多了 OK 那这时候你可以再去看 你能不能找到朋友 只要去 你去试了 我就建议你回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这里永远都不会有解释 你会发现这里永远都不会有解释 OK 所以 in some sense 为什么它不会有解释 这个跟这个的差别在哪 这跟这个有个fantamental差别 也就是gravity 跟一般的 我们到目前为止 在场论里面所通道 所有的场论各种各样 你说那个什么东西 各种各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讨论effective field theory 有个非常fantamental的不一样 为什么大家那么 对gravity 所以gravity 说它站在我站在下 它不是一个random effective field theory and some 它的确是effective field theory 它就是非常特别的effective field theory 它在哪里 它在说在low energy 它已经有three point interaction 它已经有这个pull 这是为什么它那么难受 在这边的时候 它low energy 在这样的interaction里面 你 UV是S2M 所以low energy 你就是这个pull 你都没有low energy interaction 它没有任何的pull 对不对 所以代表你要reproduce 这一项 你一开始加S-m² 放上来的时候 你没有 你set在它的pull上 你不用管其他 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pull在那边 所以你现在的UV complete 今天我们这边的问题 我们这边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这边的问题是 你set在这个pull的时候 你却有这堆东西在前面 这些 这些 这些在分母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一旦set在max的pull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 你要你的residute 必须是个polynomium 这件事情 就是会变成非常non-trivial的一件事情 你set在pull的时候 你的residute要变成polynomium 这是非常non-trivial的事情 whereas在这边的时候 你的这个leaning term 根本就只是contact term而已 所以当你从这个东西出发 你把UV complete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就有1 over M² M² 2²再乘以 比如说s减掉x 然后再乘上g 然后再乘上g 你会问 啊我现在要把match 我只是把g跟2² match在一起 就可以回到这个答案了 对不对 很简单吗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的low energy 这个东西 不是没有带任何的pull 对不对 所以你再加了这个master particle 它马上就UV complete 比如说 它sit在x的时候 的residute 是by this polynomial 对不对 但是由于你gravity 在low energy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 3-point interaction 它就已经有这些master's pole 以至于你在加它的时候 你的那个什么东西 你的UV completion 你要求它是polynomial 这件事情是非常non-trivial non-trivial到说 没有任何的g 所以这是我要你们回去sit 这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们只需要做什么 我现在已经写了general function 在这边了 你们就回去 你们就不要相信我 你们就试着自己去做做看 看你们能找到一个solution 当然你们会 你们如果找到solution 你们就可以来找我 然后我们就跟你讲说 你有什么都没有understand properly OK 因为这就是 当然你们可以 这次可以一路这样子玩下去 一路玩下去 OK 你就residute conclusion 就是你需要 你如果要有solution 所以我们下次会从这个 这个infinite particle的 这个onsens开始出发 OK 但是你们还是需要去understand 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infinite particle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的point就是在这里 你的residute 你的mass-up hole 一定是个prognome 这件事情 为什么还叫做prognome 因为它的residute 应该都是三点相似 也必然一定是个prognome OK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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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